好 台日虽然断交50年了 但这50年当中的交流 其实非常的频繁 双边贸易相当热络 近日搭上了CPTPP的话题 日本的态度如何成为了焦点 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 首席副代表新野光明 他在2021对台白皮书的记者会当中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 辅导食品的问题 恐怕是目前台日之间 最迫切需要先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行政院苏院长 有几次的这个宣誓 态度上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些食品的进口 我们有三原则嘛 第一个是国人的健康 第二个是科学证据 第三个就是国际标准 遇到日本辅导食品敏感问题 丢回给苏贞昌 台日两方各自表态 这个辅导食品进不进 有没有可能会 就是会影响到所谓的日本 希望能够挺台湾加入CPTPP 这个就是不是刮钩的问题 会不会有牵扯到 不过我一直说就是这个台日方面 有那个最大的问题好像 障碍就是这个辅导方面的问题的话 那个我们还是 我还是希望台湾方面早日解决 日方代表话说的保守 但听了出来日本要挺台加入CPTPP 日本核实将成为双方谈判焦点 北市日本工商会理事长得元可好 2021年对台湾政府建言白皮书 递交给国发会主委公民心 包括深化台日合作 重新检视对日本产品食品之进口管制措施等 而另外会中也提到台积电将在日本设立有关 半导体后段制程的研发中心 台积电已经有宣布跟日本合作 要在日本设立这个3DIC的材料 因为日本的本来就半导体的材料 或者设备是全世界非常强的 那我们跟他合作在那边开发 下一世代的这些材料的话 我觉得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这次会议日方希望台湾能够重新检视 311大地震灾区食品的进口管制 并且提出松绑 而另外台日泡泡有没有可能形成 以及半导体合作都成为了这次焦点 透过白皮书 希望我方政府能够密切沟通 迈向双赢 人间卫视张一辰 自认中台北财放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